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 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阿们 感谢以马尼尼唱诗班的现实 和离席管兴乐团的演奏 感谢徐静艾劝士的舞蹈 今天这位欠世的朋友们也参加了礼拜 是他的好朋友 而且为了万民电视周刊 辛苦地继续电视台 肯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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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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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信心 从心里相信 罗马书十章九节到十节这样记录 你若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议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彼得前书一章九节记录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管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那么能够相信的这个信心临到心中 这就是很有价值的 很宝贵的 是祝福 沿着这样的信心 我们能够得摩神的引导 能够进入天国 因此凡在耶稣为救主的人 就差遣圣灵 差遣给圣灵 在圣灵的帮助下 就能够拥有能相信的信心 心中能够更加充满爱神的这样的心 靠着这样的信心能够战胜世界 而且能够得到一个世上 任何一切都不能唤取的喜乐 因此很想效法主 想按照神的话语生活 也想尽忠 让成就救赎的我们主的做工 但在平凡的环境中 这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在不平凡的环境中 这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使徒保罗的做工 不是在平凡的环境中的做工 因此主题经文让我们更有感触 使徒保罗所说的守住了所信的道 这是意味着他所出的环境 是 不是容易守住信心的环境 更何况在杀害信仰 耶稣的人们的这种情况下 传播耶稣是救世主 绝非是意识 但是自从遇见主就带着火热的心 尽生命成就了神的旨意 所以能够大胆的告白 守住了所信的道 进而能够堂堂的告白 为自己存留了公义的冠冕 而且说不但自己能够得到 还对繁平信生活的人说 能够做到 能够得到公义的冠冕 那么究竟实现了什么 才能够这样堂堂正在说 能够做出这样的告白呢 可以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使徒保罗在光中遇见 主的仅一次的这种这样的体验 那是他 在任何困难面前 也绝对没有改变他的 对主的那种初衷 就是与环境无关 他就是始终和首量的信心 守住了他所信的道 而且他得到这里的教导 并且得到全能作为使徒 能够以全能得到保障 这一切都是父神所赐给他的恩典 所以他明刻这心 因此能守住了所信的道 第二呢 王好地担当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 所以说他是顺从神的护照 做好了神留给他的作业 也有神赐给我们外民的作业 我们呢也要好好的担当这使命 成就的是神 当完全相信并全行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说是守住了所信的道 第三 使徒保罗 有内外多种妨碍因素 但是呢 没有因此而觉得累或者是犹豫 反而呢 允许自己的这样的熬练呢 成为了只仰望 一切都互相效力 叫人得益处的信使着主的原动力 仰望主又能够得到力量 于是这样 只凭靠信心 生化一切 那么现在呢 是我们也要像石头保罗一样 守住所信的道的这样的时候 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查看石头保罗 所坚守的信心的这三个方面 希望生徒们通过这话语呢 能够蒙恩典 并且呢 也能够在主面前告白 都能够守住自己所信的道 能够得到公义的冠冕 成为蒙福的生徒 我们要像石头保罗一样 坚守信心 首先 要不便地坚守所成就的信心 虽然石头保罗没有亲眼见到主的形象 但是呢 在光中遇见主之后的人生呢 有了180度的转变 但是呢 他招受了 因着主呢 招受了许多的苦难 然而呢 还是不便地向外邦人传福音 可以说他的人生呢 是很 有很多特别之处 使徒保罗怎么能够 在诸多的逼迫中 不便地传自己所遇见的主呢 怎么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呢 能够战胜威胁生命的 诸多苦难的动力是什么呢 就是遇到了真正的价值 知道 发现了真正的价值 因为 发现了只有我们的主 是就是主 这真理 真正的真理 所以呢 他的心变得非常火热 在任何逼迫下 都不屈服 每到一处呢 都热心地传福音 这样的人生才是有福的人生 神是活着的神 那么遇见这样的神 这才是蒙福的人生 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世主 那么我们信主 这才是蒙福的人 那么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 过这样的蒙福的人生 石头保罗所蒙的恩典 天安道的属灵的世界 让显得主的全能 这一切呢 不是一般的水准 想到这些呢 就会领悟到石头保罗 有许多地方 与我们万民非常想象 我们也是通过主的牧师 得到了 非凡的恩典的人 就是不是普通的这样的恩典的人 听到的话语呢 也不是普通的属灵的话语 天安的全能 也不是普通的全能 而是非常大的全能 今天做见证的这些人 通过修炼会 还有在巴基斯坦 也是 在两千年度 就是2000年巴基斯坦上会的时候 蒙德恩典之后 他的心火热 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见证 这一切呢 都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证据 而且呢 我们接受的这些熬炼呢 也不是普通的熬炼 所以呢我们 不能成为普通的人 是特别蒙神爱的人 我们呢 阿们 我们呢 之前通过主任牧师 学习真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按照所学到的真理 而努力遵行 这就是我们该做的 我们要证明 我们所成就的信心是真 那麽就要不便地坚守着信心 要相信 要坚持前进 要不便地行出所学到的真理 要比以前更用心 来见证神的爱 要更加用心 通过现在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查验 自己的信心 是否 没有动摇 通过主任牧师所蒙得的恩典和爱 是何没有动摇 那麽就是真正的信心 是大信心 可是遇见神蒙得了恩典 那麽比 是比任何一切都无法相比较的 所以能够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通过主任牧师所学到的真理 都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我们圣徒们听到的话语就是主日呢 要圣守主日 要完整的圣守主日 还有十分之一呢 要去分开来线 在神面前等等 这些最基本的真理 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呢 也是为了遵守这些话语呢 不断的努力而奔跑到至今 那么我们现在 到现在所做的是对是错呢 神不喜欢黑色 那麽许多圣徒呢 以前喜欢穿黑色衣服 但是呢 来到这集团之后呢 大部分的都把黑衣服呢扔掉 吃猪肉呢 也节制 消极否定的话呢 也一个个的离异器 努力活在真理中 那麽这是做的好呢 还是做的不好呢 当然是做的很好 那是令人惊讶的是 那麽这样过信仰生活 那麽离开万民之后呢 他们又重新 曾经离弃的这些非真理 信主当然理当按照神的话语生活 但是环境发生了变化 就自然地行出非真理 因为放松了 所以会那样 在教会里面呢 作为共同体有这个中心体 所以呢在那里面呢 可以得到保守 也能够按照话语去生活 但是呢 与其相反的时候 如果是独处的话呢 那麽就会出现得不到保守的情况 而且呢 也缺乏向前进的力量 若是向着圣洁努力奔跑过来 那麽现在呢 依然要向着圣洁而前进 若是一直过着祷告的生活 那麽就依然祷告 若是努力离弃各样的恶事 行善 那麽就要依然积累善 不能放弃这样的模式 不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情 而犹豫或虚心所欲地去行 在于现在的情况下 我们能继续按照 我们能继续按照所学到的去做 那麽这是很重要的 以前呢 是因为可以 因为可以追随 氛围而行 所以呢保守信心并不难 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 在平凡的环境中 接受信心 可能并不是什麽难事 但是在不平凡的情况下 是很难接受信心的 因此在这样的时候 才能发挥真正的信心 现在要比现在更加努力 参加礼拜和祷告 随着气氛走过来 也可以说是信心 也可以是说做得好 但是现在呢 在神契给我们的这样的机会 要过着能够自己站立 并绝出帮忙果子的信仰生活 就是像小孩子一样 不是像小孩子一样的跟着走 而是要用自己所学到的真理 重新树立信心 发挥实力 希望各位能够明白 父神正在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们应该明白 虽然 这机会只能是充满地奔跑过来 但这样呢 也不能说是完全 约伯的试探呢 就是那样 就是这样的 圣经里面记录约伯 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 远离恶事 神对那样的约伯允许了极大的熬炼 就是向着通过熬炼成为更加完全的约伯 就是向着通过熬炼成为更加完全的约伯 要尽情赐予祝福的神的爱 我们呢也是通过主任牧师 听到了鼠灵的话语 看到了今年的全能 信心 得到了成长 但是 不是那样就能 进入新耶路撒冷 就像 撒旦向神控告 约伯说 约伯敬畏神 其是无故呢 要将他们引入 至新耶路撒冷 以他们的信心 还差得远呢 是占了牧者的光 可能呢 撒旦会这么说 神如此次给约伯祝福 所以约伯才会爱神 那么神也面他看看 看他还会不会坚持信心 撒旦的这样向神控告 神呢就接受了撒旦对约伯的控告 在东方人中为制导的约伯呢 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儿女和财产 再加上自己身上长了毒疮 内心深处的恶呢就暴露出来 约伯对自己的恶 该有多么惊讶呢 大家在现在的熬炼中检查自己的时候 有没有因和以前不一样的样子而感到吃惊呢 在神是万无一失的 神所做的事呢 我们无条件地去相信 顺从 那么这样的人呢 就是真正蒙福的人 我们只站 我们站在神的一边 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 有错的 不是让约伯受尽熬炼之后而跌倒 而是神希望约伯通过熬炼 能够正确地诊断自己的信仰 成为神的好儿女 是神赐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我们现在查看一下自己 我们要查看自己 我原来是这样的人 当这样发现自己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得到就是这样的 查看自己的 发现自己的这样的机会 在约伯 谩骂神 然后到处自己的心里里面 自己里面的这个恶的时候呢 撒旦是暗暗叫好的 但结果呢 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成就 我们要相信这一事实 那么现在这样的时间 不是很累很难 那么我们要相信 这样的时间呢 就是神对我们的爱 因为我们能够战胜 我们要更加更新我们的心意 要证明出在牧者的空间里 所成就的信心是真 要在父神面前 还要在控告我们的仇敌魔鬼 在他面前 在灵人肉间来证明出来 虽然 请看我们这样信赖族的牧师 那么我们所行的 我们所成就的不都是真吗 我们在这样的时间 也是以喜乐感恩的这样的奔走过来 而且更加用祷告天充善和爱 我们的信心也这样成长了 我们也能够自己 行走蹦跳了 看看我们是不是做得很好呢 我们要这样在神面前拿出证据来 我们的父神呢 希望我们能够这样 我们现在呢 是得到了能够拿出我们信心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不要走得很累 我们要知道父神的旨意 要拿出我们的信心 带着喜乐 幸福的心而走这条路 他当然认为按自己的意识成就了 但是呢 现在是成就父神 向我们所期待的旨意的时候 正在成就他的旨意 摩西上新来山与神交通的时间 那么在山下的百姓呢 也是要忍耐地等待 但是当他们等待许久 也没有摩西下山的迹象的时候 他们看百姓呢 借摩西吃烟不下山呢 心里呢就开始感到不安 虽然是出了埃及 但至今走过的路是平静的旷野 原始呢对未来的不安也达到了极点 如摩西所说 可以创过旷野 进入流乃雨蜜的迦南地的确信呢 也变得模糊了 要盲目地等待摩西 心里呢感到很着急 所以呢他们就想 与其这样呢还不如回到埃及去 或者是呢干脆放下摩西 就尽快地离开这里 等等 众说分坛 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百姓做出莫名其妙的决定 就是决定要 禁犹读 摔及记三十二章一节 也 百姓对摩西的哥哥亚伦要求 起来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 这就是百姓们的舆论 舆论这意见呢就是这样一致 一旦意见一致呢 那工作就会有挑拨的来进行下去 亚伦呢用百姓们交上来的金环 住了流度后呢 说以色列呀 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然后在金六多面前住坛 与百姓一起献凡祭和平安祭 坐下吃喝起来玩爽 那么看他们现在是不是在敬畏神呢 是服侍神呢 在献凡祭和平安祭 但是不是的 这是在神面前犯了极大的罪 其实亚伦呢要阻止百姓们犯这样的罪 但是呢反而呢 亚伦呢 却这样 来听了百姓的这样的话 一起来照了金流度 那么这个时间呢 父神在做什么呢 那就是在给他们设计 买好的律法和帐目 摩西在40天与神交通 得到了 照圣母的设计图的这个期间呢 在山下的百姓们呢 却行恶 是神发怒 等待不及所行出的这件事呢 成为了无法相信神引导至今的这样的结果 成为了在神面前的一大罪过 若是相信神至今这样带领他们 并且与他们同在 那么应该怎样去行呢 也要相信神也会引导他们今后的道路 所以要更加等待 相信才可以 如果是他们带着喜乐的心等待了摩西 坚守了他们的信心 那么就会得到神所预备的极大的祝福 在此呢我们要有所领悟 在此呢我们要有所领悟 神呢至今 引导我们万民 引导我们万民 还有我们的主人牧师 那么就应该相信并等待神所预备的路 这就是守着了所信的道 得到神所预备的祝福 亲爱的圣徒们 神是此爱的神 是赐予应允与祝福 并且预备天国新耶路撒冷的父神 并且祂成就这一切 我们要以信心的眼仰望神所做的事 见守之间所建立的信心 所学到的真理 这就是守着所信的道 像这样守着所信的道 这样的时候呢才会按照信心成就 我们要像史特保罗一样守着所信的道 第二呢 我们要相信神 所以我们的应许不变的要成就 遇见主得到变化的石头保罗 他爱灵的心呢非常火热 他曾经是逼迫主的人 当他相信大卫就是就是主的时候 那个心该有多么激动呢 以前呢 是逼迫主的人 并且也是逼迫信主的那些基督徒 逼迫基督徒 他是行这样的恶的人 但是呢遇见主之后 他就想这就是我们所等待的就是主吗 他能够这样的相信 当这样相信的时候 他的心呢是该有多么激动呢 所以呢他想要让这灵魂们能够认识主 应该尽快传着好消息 那些灵魂该有多么肯切的等待呢 他感受到遇见全人类的救主 这既是一个极大的荣耀 也是一个使命 在这地上生活的很多灵魂 其中呢一定有等待主的那些灵魂 那些灵魂也有完全不认识主的灵魂 就是想尽早向所有灵魂传播自己 遇见的主 那灵魂 那灵魂 没有任何逼迫 即使有生命的威胁也不变的传福音 《使徒行传》20章2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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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那样的样子 如果是普通人呢 也许会觉得 神真的活着吗 神是不是掩灭了我呢 也许会这么想 但是使徒保罗呢 他从来没有那么想 那么他能够守住所信的道 能够热心的这做工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遇见了主 领悟了神的旨意 是向众灵魂传福音 并领悟到成就神的旨意 是他的使命 完全顺从神的护照 向外邦人传福音 尽重担当使命的石头保罗 有多么了不起的人呢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守住所信的道 跟他有共同点的人呢 就是我们 因此呢 我们是我们外民的圣徒 现在呢 我们外民的圣徒们也能够这样堂堂地做出告白 我们也是很 与使徒保罗有相向有共同的地方 我们也要凭信心来成就 使徒保罗遇见主用活热的心 热心传福音 而我们呢 有圣洁福音 虽然信主 但不明白神的旨意 他们是祷告 虽然是向神祈求 想磨成主的心 但也不明白怎样磨成主的心 不知道怎样 效法主 因此呢 或者依靠主 蒙主引导的信仰生活 蒙福的信仰生活 信心成长的信仰生活 是并不容易的 更何况过荣耀神的生活 会有很多不足之处 这样恐慕的这种灵魂 正在等待着我们 听到圣洁的福音 的我们呢 应该怎么做呢 听正道的时候 是否感受到信仰澎湃的 这种感动和常快呢 圣洁的福音 能解决罪的问题 使我们能够 效法神 所以呢 我们能够 是成为这样的充满 这话语呢 把神的心 简单清晰的解释给我们 因此呢 我们要理解神的心 并努力使神的心 更加快活 圣洁的福音 只有这圣洁的福音 这福音呢 使我们能够 成生 我们 因为有这样的福音 能够得到 从生那里得到祝福 有 有个孩子的妈妈呢 想把自己的孩子呢 育养成爱恩斯坦 这样的优秀的人 所以呢 给这市场 给孩子买的牛奶呢 也是爱恩斯坦 这个牛奶 然后 上了小学之后呢 然后说 这孩子能够考上 首尔大学就好了 带着这样的心 所以呢 妈妈呢 又给他换了牛奶 就是首尔牛奶 然后呢 就觉得 这首尔牛奶 这个首尔大学 好像对这个孩子 好像有点太过分了 然后呢 就是又给他换了 岩式牛奶 那进入高中 然后就觉得 自己想的 也 有点太过分了 然后呢 就是又换了 要考上 这个建国大学也行 然后呢 给这孩子 喝了建国牛奶 然后到高山 要决定去哪个大学 考哪个大学 然后呢 想这个首尔里面的 这个大学呢 不太容易 考上 那么就考 哪怕一个吃地方大学也好 然后呢 又换了 地方的牛奶 所有的父母呢 都是想好好的养育 自己的孩子 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呢 都有答案 圣洁的福音 是能够让我们 得到祝福的神的话语 是能够成就 神之意的 这是在圣洁的福音里面 能够 引导我们得到神的保障 并且得到全能 所以这个是圣洁的福音 因此呢 我们听了圣洁的福音 有了自信心 所以呢 能够爱 就是解析这话语的 我们主的牧师 无人知晓这道 但是呢 主的牧师呢 解开这话语 解析给我们 养育我们 所以呢 我们称他为牧者 也遇见主的牧师 所以听到了 这圣洁的福音 我的灵魂 变得兴益胜了 我的灵魂也充满了 因为通过话语 问题得到了解决 不知之症 要望医治 更重要的是 我们成为了 离弃罪恶 成就圣洁 盼望新耶路撒朗的人 这就是主的牧师 教导我们的 圣洁的福音 神以我们的约定 有很多 应许给我们的 这话语呢 有很多 其中呢 有使徒保罗 成就的 用圣洁的福音 拯救世界 众灵魂 得着应许 神让万民 成就世界 并且呢 不是盲目的成就 不是要凭 我 说 要凭我的 我去给你们的话语 来成就 我所保障的 全能来成就 让人在本集团呢 允止了 圣洁福音和全能 让我们与主的牧师 一起用阿门和圣从 直到现在呢 心怀世界 祷告成就 主任牧师 从2000年年 正式 开始 走向世界 成就世界 宣教 我们呢 也是 尽心 祷告 又 献上所需的 财政 一同 参与 那么大家相信 这是神的旨意吗 那么我们 接着呢 我们要 继续这样的去行 平信心 成就 这就是 保守我们 所信的道 我们相信 平信成就 这才是神的旨意 神认为 我们做得好 圣洁的福音所 传播的地方呢 圣洞们百分之百 都是一口同声的告白 如果这不是 神所解释的话语呢 是无法理解得到 就是 这些圣洞们 都是这样的告白 这样告白的那些灵魂呢 都是 听到话语之后 都是欢喜雀跃的 会更加爱神 爱主 信心 成长 这才是圣洁的 福音的真谛 不知从何时起 我也产生了 这样的使命感 就是像 随托保罗一样 使信主的人 更新变化 向外邦人 彰显 活着 做功德身 像没有遇见神 陷入其他宗教 痛苦挣扎的灵魂 能唤醒他们的话语 就是这圣洁的福音 是这全能 现在我们要传播 产生了这种使命感 耶利米亚20章9节 我若说 我不再提耶和华 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我便心里觉得 似乎有 双手的火 避陷我的 鼓中 我就 还忍不住 不能致敬 那么大家能够感受到 耶利米亚先知的心情吗 我突然想到 我在2003年到2007年 这几年呢 就是有中断了海外宣教 在受敖恋 那时候我感受到主任牧师说 写着那个 讲的话语 就是在2008年 食物室的时候 我对主任牧师说 主任牧师 去巴基斯坦探访 去 怎么样呢 我这样问主任牧师 我 不能说是去宣教 我说我想去巴基斯坦探访去 然后主任牧师就允许了 说可以去 然后从2008年开始呢 又继续每年呢 都去巴基斯坦宣教 我对主任牧师就允许了 我能够 受到耶利米亚先知的心情 能持继续进行中东宣教 也实验着这样的这种使命感 中东呢 虽然是炸弹恐怖事件 平准地区 但比起炸弹 我先看到的是 这种灵魂 这不是夸张的表达 有恐怖袭击这些事件 这样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紧张的 这次就是 直接去 巴基斯坦宣教回来 这次的行程呢 是觉得是最平安的一次 以前呢 去宣教回来 然后呢 要拍这个电视周刊的时候呢 这些人呢 就是说 看牧师的表情 怎么会那样 就是这样硬呢 因为那时候呢 每次去都是很紧张的 在外面有什么动静的话呢 都会醒 这次呢 就是觉得 比较平安 就是在正道的时候 就是正道看一下原稿 然后呢 再看一下远方 远处 就是这样 那时候呢 以前呢 就是非常紧张 有一次呢 跟金顺武长老 坐飞机 要在出发之前 然后呢 看到 一位很健壮的 就是有三四个 很健壮的男子 他们呢 就是 都带着一个 很大的包袱 然后呢 在飞机里面 又听到 音响声 然后就是想 他们要 拿他们的这个东西 这拿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让我们感到 非常紧张 但是坐在飞机里面呢 也不能说 就是站起来到 也不能说出去 非常紧张 但是他们呢 就是走在一个 拿来这个包袱 然后呢 看到他们就是 把这包袱打开 然后坐在那里 跪在那里 祷告 因为 因为那一个地方呢 是经常发生 恐怖袭击 事件 所以呢 是非常让人紧张的 在宿舍的时候 有人呢 就是敲我的门 然后我就打开 开门 你看就是有穿 不太好的这个 衣服的人 然后就是 让我快点出来 让我招手 也不知道 是为什么 然后我说 我要拒绝说 我不能去 这也是有点不对 但我要是跟着去呢 还有一点紧张 然后在 就想 去还是不去呢 二者要选一 那样的时候 我就想 还是要去 因为好像是 他认识 知道我 然后来 叫我 然后要走正门 还可以 然后让 绕着要 让我那个 走这个后门 然后到外面去 看 看他的妈妈呢 是坐轮椅 来 然后呢 不能进这个宿舍 然后呢 我到外面去 就是给他的妈妈 做了祷告 也有这样的时候 结果呢 其实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非常平安 就是 有什么动静的 都是会让我们 感到紧张 就是说明 这个地区呢 是非常 让炸弹恐怖事件 非常多的 频繁的地区 感谢圣徒们 一同参与 一同祈祷 石头保罗呢 也不是独行者 漫长的宣教旅程 与他同心理解 并帮助他宣教的人 也是非常多 因此呢 石头保罗呢 非常感谢他们 把他们的名字呢 一的记录下来 也是感激之情 罗马书十六章里 出现了很多人的名字 向地区姊妹们 问安 就是这样 秘密妈 Gonna 说 妈的 列出他们的名字 称呼他们 亲爱的 随谁 通工者 随谁 受劳苦的 随谁 这是与石头保罗 同工的人 是一同受苦 一同 分担重担的人 吉恩爱德华 写了一本叫 《希腊的日记》 这一本书 这书是以希腊的视角所写的 有关于保罗的传道旅程的内容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当时的石头保罗的心境 还有有关于当初得蒙恩典的圣徒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向大家简短地读一下 会议堂中聚集的一帮人大部分都是奴役 对于他们来说保罗的话虽然不能够全然去信 但是也足以让他们震惊 更何况保罗所讲的米赛亚已经到来的这一信息 让他们无比震惊 当聚会结散之后保罗和巴拿巴向门口走去 如此一帮人就跑到两人的身边 跟着他们向他们不断地询问 其中一个一帮人恳求 等下次安息日的时候 你们可以再过来向我们传讲话语吗 听到他的这一恳求 保罗感到非常震惊 也同时受到了鼓舞 因为这正是保罗所希望的 保罗和巴拿巴将住处搬到了城里的旅馆 一天回到自己房间的保罗看到了房间 摆着丰盛的事物 原来是姊妹们 保罗低声地说道 父神求您祝福他们 而保罗能为他们所做的就是这一句话 保罗无比地知道他们的贫穷 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招待 对他们来说并非是一件意识 招待这样的食物 不应该说是这样的爱的表现 之前从未出现在他们的身上 因为无比贫穷的生活 让他们没有空闲 没有闲暇 去关心他人 向他人施语 对于他们来说 一个拳头的食物 就是他们一天的工钱 也是一个家人饱足的粮食 可知现在摆在保罗面前的食物 是许多个家庭 共同准备的牺牲的食物 是每一个姊妹感动于耶稣基督的慈爱 而在自己的家人的食粮当中 播出的一点 保罗看到这些食物 低下了自己的头颅 之后向神欣赏了感谢祷告 之后用餐 进行了用餐 但是在用餐的途中 保罗的眼泪一直掉落了下来 他一直重复着每个圣徒的名字 相信圣徒们也能够想到 这本书里所记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可能60年代70年代 有过信仰生活的圣徒们 可能会更加的理解 现如今在担当守住我们信心的这一使命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尽力地去做去行 我们每个人都要更加的以不变的心 心怀全世界的灵魂去祷告 去传讲福音 这正是赐予我们恩典的父神的旨意 也是主向我们下达的指令 我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两个国家 进行宣教的时候 有过许多的想法思绪 事实上现在去国外宣教的情况 并不是非常的允许我们这样去做 但是当这次我们去进行宣教的时候 也看到了许多的主播和灵魂们 对于话语得到了得蒙了恩典 一些有过的误会也得以解除 将荣耀过于了父神 此次也因为有特别为我们做祷告的人们 以及特别为我赞助我们的 后援我们的人们 所以才能够更加横同地完成了宣教日程 非常感谢大家 事上的人们也有一些想要做善事的人 会定期地去赞助非洲的儿童 还有一些团体也非常的活跃地进行着活动 能够通过捐赠救活死去的非洲的儿童 对于他们的人生是感到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一百年前当韩国也非常贫穷时 也有许许多多的海外宣教师们定居在这里 在这地上撒满了宣教的福音种子 而这一种子逐渐发芽成长结出果子 让韩国这一国家不仅成为了富裕的国家 同时也成为了能够向世界各地 派遣宣教士的这样的一个蒙福的国家 我们外面的宣教师公正式将传讲着圣洁福音 彰显全能的事工 有许多的宣教师正在海外进行宣教 但是至于能够真正救活灵魂的圣洁福音的宣教 还是有许多差异的 也很难能够彰显全能的做工 但是因为我们万民彰显着父神应许的全能 这是我们所有圣徒们都知晓的事实 虽然中东的事工也在持续进行 但在他们的立场上看 也就是一年只有一次机会能够聆听到这一福音 所以他们对话语也是非常的饥渴 于是经常会向我们询问 你们什么时候还会过来呢 并表示希望我能够经常到他们那里 向他们传讲话语 此次的宣教出差是从8月26号到9月7日举行 看周边的情况 并不是很允许我们进行此次的宣教出差 但是我们按照父神的引导 还是决定此次向海外进行宣教 而父神也在这一途中赐予了我们极大的祝福 穆哲曾经也向我们说明 在第一次进行乌干达声音会的时候 财政并不是很富裕 但是当登上飞机的时候 就得到了财政得到补充的这一蒙福消息 并且也说明了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 凭信心栽众的圣徒们也会得到极大的祝福 此次宣教出差也不例外 感受到了父神与我们同在的恩典 在这里向大家传讲一下几个蒙福的见证 首先是 首先我们于周一会执政党秘书长进行了会面 这个人的名字就省略不向大家进行说明了 这位圣徒两年前访问了本教会 之后参加祷告员聚会之后 通过祷告员中的祷告 唐尿病得到了医治 此后这个人在我们到拉哈尔的时候 就会不断地帮助我们 我在一年前去拉哈尔的时候 我们的住宿费用都是这个人帮我们解决 那此次也是同样 这个人也同样地去服侍侍奉了我们 在此次宣教出差的过程当中 那这个人也告白说 此次创立录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紧急的情况 都会也会来参加 那在此次宣教出差当中 特别蒙恩典的是 看到了一些聆听到圣洁的福音之后 等蒙恩典的主仆人的模样 此次在主仆人的研讨会议时 我以公义为主题见证了话语 当然这一话语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难懂的 但是当我讲解完这一话语之后 圣徒们告白说 从来都没有听过如此蒙恩典的话语 他说虽然之前也听到了许的话语 但此次的话语是虽然他得蒙恩典 也让他领悟颇多 还有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牧师 这位牧师告白说 在自己的国家有许多主仆人们 口中一直说着万民万民 但通过这次机会 他知道了为什么他们口中不断地说着万民 他告白说他往年研讨会的时候都会来参加 但是这次去周边的人都阻拦 让他不要来参加此次研讨会 但是他因为时常得蒙恩典 所以这次也同样参加了研讨会 据他所说 他说的每一句话 我并不能够完全听明白 但是让我感到无比清楚地听到的 就是他经常说万民万民万民 那我就感到很好奇 他为什么 他说到底想要说什么 所以总是让我能够听到万民这一词语呢 然后后来我才明白 他告诉我说一些对万民有误解的人 会以一些不好的意图来经常说万民万民 那一些爱万民的人呢 又会因为喜欢万民 所以口中呢经常会告白万民万民 同时他也告白 他这次能够听到研讨会 他觉得自己做得非常的对 因为他知道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爱万民 同时也在此次的聚会当中 也彰显了许多意志的见证 其中有一位女生图 他告白他在过去的十年 脖子上都有六厘米的囊肿 因为之前曾要接受手术 但是不知道具体情况是怎样 但是医生说他这样的情况很难做手术 但是当他在接受我在台上做到的手帕全能祷告之后 在接受祷告的过程当中 他就感觉到自己的颈部有什么东西 就是突然降落下来 然后等接受完祷告之后 他就发现他的痛症都消失了 然后消肿也消去了许多 并见证说非常的平安 还有一位女生图戴着非常厚的眼镜 她因为想要接受我的个人祷告 所以她就走到了讲台前面 我问 我确认了一下她的眼镜度数大概有多少 然后我旁边的金顺五张老就戴了一下 她的眼镜说看得非常的模糊 度数非常的高 那这位圣徒马上接受完祷告了之后 然后就得到了医治做了见证 他说他之前完全都不戴眼镜 完全都看不清字 但是在见证的时候 他就不戴眼镜也能够读清书上的字了 还有一个在其他地区举行的聚会 那在这个聚会当中有一位圣徒做见证 他在五年前 在参加此地召开的手帕聚会之后 就势力得到了恢复 直到现在一直势力都非常的良好 然后她的主任牧师就告白说 在五年前的聚会当中有许多圣徒通过手帕祷告 势力得到了恢复 还有一位女圣徒 她的右边的腿肿得非常的厉害 整个腿部都显着青紫色 走路也会有痛症 但是她告白说 当接受祷告了之后 痛症都消失了 也能够自己行走了 一位男圣徒 他的右侧手臂完全没有力量 所以不能够抬起自己的左边的胳膊 也不能够用左手拿起东西 但在接受祷告了之后 他竟然能够用左手拿胳膊 拿麦克风了 还能够举起自己的左手了 然后将荣耀归于了父神 在结束拉赫尔的聚会之后 当我们到外面去时 有一位女圣徒正坐在轮椅上 等待着我们 我看这位女圣徒 她的全身都感觉无力 然后眼睛也模糊朦胧 她的腿部也向里弯曲扭曲 像这位女圣徒的情况是在一年半之前 因为丈夫的离世 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之后就变 右边就变得半神不随 但是当我为她做了祷告之后 她的眼眸也变得清晰 本来她自己一个人不能够行走 也不能够站起来 但是在结束祷告了之后 她既然能够自己行走了 还自己走到了家里 回了家 周边的人看到这一场景 也感到非常地震惊 父神一直都是如此与我们同在 也非常地喜悦我们的宣教 当我们平心心去行的时候 父神就会时常与我们同在 保障我们 这是我们迄今为日 所亲眼目睹的 当我们如此信神的过程当中 因此不应该去动员自己的想法 然后使自己变得软弱 也不能够因为一些否定的言语 限制了神的能力 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守住我们信心就可以了 牧者在2000年开始举行的海外圣会 这一过程 也是经99年 99年的熬练之后 所成就的 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允许 本教会向海外进行宣教 财政也并不容许 而且也在海外并没有认识的人 但是神却彰显了 精神的计划和做工 在国内万民的事与工 渐渐萎靡的情况下 情况的这一时间 却变成了向海外进行活跃宣教的契机 主人牧师在非洲 乌干达进行第一次联合大声会的时候 看到当主人牧师在台上为全面做祷告 频道CNN也报道了此次的盛况 我们才知道其中的向着万民所彰显的父神 极大的旨意 父神如今也在与我们万民同在 也在以全能保障着我们 因此我们不能够将这圣洁的福音 牢牢地捆住 藏在我们的骨仓里 而是要敞开我们的骨仓 打开这袋子 将这圣洁的福音向全世界传播 使拯救无数的灵魂 如此父神也能够保障我们 要让世上的人们了解到 超越单纯的机遇 粮食的这一赞助的行为 让他们能够明白 能够拯救全世界的灵魂 是多么蒙福的一件事情 我们大家都要成为相信 一直相信赐予我们万民的 父神的不变的约言 从而能够成就父神的这一约言 当如此我们也能够更加刚强壮严的告白 我们守住了我们的信心 为了守住自己的信心 第三我们要知道何为妨碍并去解决 如果我们心中有妨碍的因素 那我们就会轻易地得到妨碍 比如说如果我们耳根子很软 或者是我们有很强的抑郁框架 或者是我们忍耐的心不足 那如果我们有这些得到妨碍的因素 是我们就会很轻易地受到其他人的妨碍 在新罗统一三国是起到至关重要的角色 就是金玉信 当金玉信还是儿时 他精湛于自己的学问和武艺 但是他却突然喜欢上了一个偶然认识的一个娼妓 于是他每天都跑到这个娼妓的家里 直到这一事实的金玉信的母亲就严厉地批评了他 自此他决心再也不会去找这位娼妓 但是有一天他回到家的路上睡着了 当他一睁开眼睛时就发现他的马习惯性地 在没有他的引导下就走到了娼妓的家里 这时金玉信是怎么做的呢 他是说反正都已经走到这里了 那我就见他一面再走吧 或者是抓一下手就走吧 他是这样想的吗 他并没有这样去做 他马上下来 之后一刀砍下了他心爱的马达头颅 而且看到高兴地跑出来的娼妓 也并没有去理会 此后再也没有踏足那里 可见金玉信的决断是多么的 坚韧 此后他也成为了名锤牵使的非常优秀的将帅 如此我们为了守住自己的信心 也要明确地知道 妨碍我们守住信心的因素是什么 并要去彻底的出去 要查看我是否有对某些事情非常的敏感 或者是耳根子非常软等这样的一个部分 如此我们查看 如果我们发现这一点软弱的部分时 就要更加集中性地去做祷告去战胜 如此我们才能够守住我们的信心 现在 仇敌魔鬼下单正在 不断地攻击我们 因此我们要更加地去武装自己去战胜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 正是因为光与黑暗是不通的 相冲的 从根本上来看 人是属肉的 所以会经常想要回归到属肉里的这样的一个惰性 因此如果我们不持续地去追求真理 顺从真理 就会 眼就会望向属肉的部分 从而又回归到属肉里 如此当我们去沉溺于属肉的部分时 就会渐渐地远离神 渐渐地远离真理 再加上如果有幽暗的势力去观遇 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就好像突然会 口中就会辱骂 说脏话或者是辱骂对方 也会说一些虚假的谎言 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变成与以前截然不同的人 当我们的想法和意念被夺去时 我们就会完全变成任何一个人 也会以不好的视线去看 曾经觉得非常得蒙恩典的我们外面教会 发生这样的一个转变 并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但是现在却发生着许多这样的情况 因此我们也要更加地去做好仔细的分辨 做分辨并不是一件难事 只要我们知道 非真理就是说一些不好的话 不好的言语 说一些恶言 那我们就知道这就是非真理 而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地过想生活 但是却有一部分的人不断地去搅扰我们 然后挑拨我们 挑拨圣徒们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要知道这是恶 这是非真理 而圣经中也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去接主日非真理 也不要去听 不要去看 那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圣徒 却总是想听一些这些流言蜚语 然后想要去听这些非真理呢 那我们就要知道这是不对的 然后就要去从心中离弃 然后心中 心中有时候 撒旦也会不断地搅扰我们 去挑拨我们心中的一些非真理 让我们去发出我们的血迹 然后发出我们的不平不满 而圣经当中 有这一讲解说 就是有情绪的事情 就是发不平不满 就是告诉我们 他虽用鬼扎遮掩自己的怨恨 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 就如这一话语般 虽然他想仔细地隐藏自己 但是邪恶终会被显露出来 在上周的周三礼拜上头来的智慧 第七篇主人牧师正道当中 主人牧师曾讲到 回顾从教会开拓以来 直到至今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圣徒 也有一些体验了神的做工 荣耀神却在瞬间发生转变 诽谤教会的情况 甚至还有一些德蒙恩典的圣徒 却恩将仇报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可见之前也有一些德蒙恩典 遇见神的人们突变诽谤教会的情况 从开拓教会到现在 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 甚至有一些人还会否认神 否认自己所体验到的恩典 轻易地做出一些难以想象的事情 曾经爱神敬畏神 那崇高的信心也不知去向 本来之前一直表现出爱神 一直渴慕属灵的人们 却突然发生了转变 甚至还随意地轻视神的做工 这是绝不能够发生的事情 是非常让人心痛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难以不可理喻的事情呢 正是因为自身有一些妨碍的因素 因为幽暗的势力趁虚而入 所以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转变 亲爱的圣徒们 我们喜欢真实 我们喜欢真理 我们是追随 顺从真理的 因此无论是什么人 无论是任何人去挑拨我们 去理解我们 我们也不应该去 受到挑拨 像真理和非真理是很轻易地能够分辨出来的 就比如说非真理就是一些恶言恶语 那与之相反的 善的言语就是真理 因此我们也要更加在其中做好仔细的分辨 我们曾告白去 我们曾告白爱主人牧师 信赖主人牧师 而且一些也一些一部分曾经告白非常深爱主人牧师的人 却突然发生这样的转变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现象 从而能够更加的警醒自己保守己心 我们要查看一下我们内心是否也有 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忍耐 但是就唯有这件事情我绝不能够忍耐 或者是说像这样的事情我绝不能够去理解 如果有发现自己心中也有一些这些能够得到妨碍的因素的话 我们就要去发现并去理解 我们要直到最终都要守住我们的信心 愿我们所有的圣徒们也能够再遇见神时 再往后亲眼见到神时 能够向神告白说父神我守住了自己的信心 我坚守了自己的信心 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属灵的战争当中 时常都会有幽暗的势力去妨碍我们 有一位叫霍华德匹特曼的牧师 在接受动脉破裂手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次死亡 在这一过程当中 他与天使一同升到了第二层天国和第三层天国 在神的宝座前领受了神想让他向世界传播的话语 并将其内容编辑为书本进行了出版 其中记载了他实际所看到的恶德灵士 在这地上如何做工的 其中记载了这一场景 有一对年轻的男子和女子进行了对话 在他们微笑着对话 面对笑容对话的过程当中 他们中间站了一个非常恐怖可怕的怪物 这一个怪物拥有松弛的肉滑溜溜的皮肉 就好像是长得酷似绿色的青蛙 像这一个怪物慢慢地走向正在对话的年轻男子的面前 并瞬间进入了这位男子的汉险 脸部汉险当中 这一怪物做工在拥有奸淫的人的身上 唆使他们犯下奸淫的罪 当这一怪物进入这一男子的身体时 天使就说一切都结束了 这一一切都结束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一男子已经被这一怪物掌控 如此 撒旦会不断挑唆我们心中的非真理 让我们所犯下神所不可饶恕的罪 如果我们心中有心虚的部分时 我们绝不能够妥协于这一心虚 我们要实际上查看一下 我们心中是否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不断地向父神祷告求父神帮助引导我们 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地去行事 当我们去除这些妨碍的因素时 我们就能够接受我们的信心 在这里我们要明确知道的就是 神的旨意是始终不变的 向祷告的人赐予阴云 向恳切天国的人赐予天国的祝福 这是神的旨意 是神的言语 是始终不变的 是人在变 不是神的旨意在变 神向人类的旨意是永远不变的 因此我们在守住自己心心的过程当中 要更加地清楚 妨碍我们的因素 并去支配这些因素 而且为了不轻易地去摇动 而要时常祈求神的恩典和帮助 就如菲利比书四章六至七节记载 应当一无怪虑 只要凡是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斥出人意外的平安 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就如这一话语一般 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要由神康顾保守 我们要时常向神祈求神的保守 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属于我们的 因此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和意念 随意地去行事 但是如果神不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放任我们自己的想法 可能就会因此成为与神为敌的仇敌 虽然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自由 但假如其中有撒旦的介入 就会完全按照神所不愿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经常会说一些 我迷上了什么什么 这样的一个表达方法 就如这一表现方法一般 人想一就是一 当然如果想十条 就会只想这一十条 因此比起想着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而是要时常想着神的旨意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这时间愿大家都去回顾 查看一下自己 我现在是否拥有着如以前一般的恩典 是否能够做出如以前一般的心情的告白 或者是否心中有不平不满 这时间我们也要去查看一下我们的信仰状态 我想大家询问几点 大家可以默默地在心中回答 首先第一 礼拜时间有过超过一个以上的领悟吗 大家默默地回答就行了 不用真的回答出来 第二 祷告很充满吗 第三 在最近一个月当中 赞美祷告是凌过几次感动的恩典 第四 想要聆听神的话语吗 第五 遇到困难的事情时 是首先欣赏感谢还是不平不满 第六 想要聆听真理的劝勉吗 亲爱的圣徒们 只要我们带着不变的心事中 如意地去相信神守住我们信心时 那么无论撒谈如何做工 我们的信心和信念也不会被夺去 就如使徒保罗所做的一般 大部分信心的先知们都得到了许多的逼迫 但其中 使徒保罗的逼迫尤为严重 就像我开头所讲的一般 使徒保罗在难以守住信心的环境当中 却坚守了自己的信心 他曾多次被吓在监里 也被吃仗所打 还遇到过强大的危险 有关同族和一般人的危险 甚至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灾难 无论前往哪里 他都遇到了许多的困境 但是这一切困境 在使徒保罗看来并不是什么障碍 这时间跟大家分享一篇 在传讲福音的果成当中 虽然无故受到苦难 遭受重大 却仍然以喜乐和感谢 欣赏告白的保罗的告白 我经历的苦难 岂能与主的苦难相比 微不足道 羞于其耻 有主温馨的抚慰 常化作我的力量 使我能够支撑身体 这一切岂不是主的恩赐 我能自由呼吸 我能谈我休息 我能开口讲论 我能奔走传扬 先因主恩准拜拜所赐 叫我如何不感激 有体无实 不能做出见证 能走无恩 不能传扬主爱 有口无爱 所传尽是空言 赐我恩典 日日充益满怀 一生所蒙的最大恩典 就是使我走上石头道路 我竟蒙得如此荣耀 我要感谢我的主 我的基督 我 这是多么美好的告白呢 可这些妨碍的因素 反而让石头暴露的信心 更加成长 发光发热 远石头暴露的这一告白 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告白 无论我们遇到任何困境 都能够让我们 这一困境都能够让我们 破茧成蝶 让我们能够拥有更美好的信心 更强健的信心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更加地去 坚守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更加去相信 永远不变的神的旨意 也要带着不变的信心 始终如一的 不断地向前进 当我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 能够如此经常告白的时候 我们的困境也能够更加 打造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 更加蒙福的圣徒 我们所走的这一道路 是天国西耶路撒冷的道路 是不会轻易能够成就的道路 因此在这一道路当中 我们也要不断地去田中供逆 圣徒们感到很累吗 是否还能承受得住呢 是不是还能承受得住 我们所走的道路 并不是让我们感到疲惫的道路 如果我们能够平安地去田中供逆 该是多么好呢 但是这并不是神的供 神的旨意 也并不符合供逆 信心的先知们 也是在不断地熬练 当中守住自己的信心 战胜了一切 因此我们也要效仿他们 任何困境都不能够将我们打倒 要时常地守住我们的信心 不能够忘记神的恩典 这也是我们守住信心的过程 如此我们也能够成为 训道路上的训道者 也能够最终临到神的荣耀 接下来讲结论 使徒保罗在迟到训道的过程当中 都守住了自己的信心 传播福音的缘由 正是因为遇到了真实的主的恩典 临到了主的热切的爱 本是罪的魁首的 使徒保罗遇到了主 还从主得到了宝贵的使命 所以无论是在任何的困境当中 使徒保罗都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心 以感谢于喜乐战胜了一切 愿我们也能够如守图 使徒保罗一般应有这样的信心 守住我们的信心 为了守住如守图 使徒保罗一般的信心 第一 我们要成就全然不变的信心 第二 我们要全然地去相信神的约言 并去成就 第三 我们要明确地了解何谓妨碍的因素 并为此做祷告去解决 直到现在一努力奔跑的圣徒们 我们愿奉主的名祝愿大家 能够带着更多的忍耐的心 以信心去坚守 直到将来都能够在神面前得到称赞 父神感谢您 思考今天的话语 一同做祷告 父神感谢您 通过影像接受主任牧师为患者做的祷告 有疾病的人 请把手放在患处或软弱之处 接受祷告 没有疼痛的人 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信心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童们身上 超越时空做工在基线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吃教会 吃圣殿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事态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焚烧病 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节 全身神经 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等名 斥责仇敌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 光啊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 完整焚烧净进 击退瘧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菌不能进入 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腹壳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求父使 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肩盘 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咽咸 自闭症 抑郁症 躁愈症 精神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 我吩咐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 得以释放 瘫子 要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 得以捷径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 求做工不留下 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 药物 剧毒物 中毒 也得以洁净 已死的神经细胞 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吃命令 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重恶魔 都退去 他的重视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晃鬼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 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声 黑暗退去吧 光啊 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你儿女们 呼求祷告的能力 一切罪恶 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从各种事故 灾殃中 得蒙保守 路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煮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 所有神儿女们的 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 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 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吃或喝 不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 阿们 阿们